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Svica Highway, 又我開箱文 今天想跟大家開箱的箱就是一對Fear of God 1 因為箱真的太過難開, 所以已經開了出來 其實這雙鞋不應該用來測評, 因為這雙鞋其實是一對休閒的籃球鞋 並不是一些Performance的款式, 但是有些MA球員真的出來打球 所以這個原因的情況下, 我願意測評它 看看它的性能怎樣, 看它的中底舒不舒服, 看它的透氣怎樣 當然你不可以拿去同一對非常專業的籃球鞋去比較 但是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首先我想說一下這雙鞋的背景資料 這雙鞋其實是Fear of God這個品牌, 和Like破天荒合作 做出了這雙Like 3 of God 1 那個情況有點似, 之前Kine West 和Easy合作 有了一個Easy One, 甚至之前有Easy One 不過不要緊, 它有找到Fear of God 1 也是一個不錯的品牌 而且這個Jerry Baranzo, 即是它的主業理人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之出名的人 有接受過不同的訪問等等 其實它的號召力和Kine West 是絕對不相伯仲的 我希望可以由中底開始講起這雙鞋 這雙鞋是非常之舒服, 比Kine 5 很多倍的 原因是因為這雙鞋是行全長的Zoom 它不像Kobe 11 一樣, 整塊過 它有斬開一看一看一看, 形狀和情況有點像Zoom Turbo 特別前長和後長, 亦都將它割開了三分三分 令整雙鞋的層次非常之豐富 但很可惜, 始終這雙是一雙優閒的鞋 這個重量是非常之重 仍然中底是很舒服, 但外底包上來中底的位置 都是非常之重 所以令到這雙鞋的效果大減折扣 在透氣方面, 透氣方面以休閒鞋來說 這雙鞋算是不差的 如果白色版本是全鏡皮, 當然不能說 但這雙鞋其實是黑色 黑色是用這個透氣網, 所以比較舒服 只有前面這個位置是用鏡皮 這個鏡皮我覺得非常之偏面 是很舒服 摸得出質地是非常之好 是有點像這個easy一樣 但沒有easy那麼圓 其實Jerri Lorenzo也在訪問中表示過 Kan West買鞋買得這麼開心 是很啟發到它 所以這雙鞋的設計影子 有很多easy的感覺 例如它是高筒 有用7皮 鞋帶很粗 這些感覺令我想起這個easy 750 雖然你不可以說它是同一雙鞋 但的確有它很多很多的影子 但在營銷方面 我覺得like真的比adidas好 為什麼呢 它不單玩硬的營銷 也玩軟的營銷 好像在2K19 已經有這一雙鞋買了 大家如果買不到的話 可以用你的easy去買這一雙鞋 爪地力的問題 首先想說一個鐘底 也重新再跟大家說一次 不單止只有透明這個位置 是有zoom 其實是全掌zoom的 爪地力其實這種爪痕 不是很深 是會滑的 當然啦 因為這雙鞋 並不是為了打籃球而生 所以爪地力不好 不可以怪責它 最後一點想說一說 有關它穿著的問題 這雙鞋是怎樣穿呢 大家都知道要塞腳進去 首先要拉開拉鍊 為什麼很難拉 我一定拉到的 OK 裡面有一塊鏡皮的鞋抽 握緊鞋抽 把腳放進去就可以了 脫鞋要拉開拉鍊 但是你要鬆鞋底 鬆得很鬆才可以 因為不然會拔不出腳 所以腳踝保護也不錯 開7 一定要說一下這個盒子 首先它有fear of god 這個標誌 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不看這裡 是不知道是什麼鞋 它上面那個 這個位的fear of god 是小到 抱歉 好像是 對 好像是對的 對 真的 fear of god 你明白我是什麼意思 另外一個鞋盒 我很喜歡 因為真的很硬 Like 一向就很省水 很度縮 沒想到今次 竟然 給這麼多包裝費 來 這個袋 石紙袋 石紙袋 是 把紙袋 靠一點 B of god 牌子 最重要是這包東西 放心吧 不是縮位片 是牌帶來的 一條 還有一條 我帶了一條 還有一條 就有很多這些 大扣 嘩嘩嘩 不好意思 黑色 透明色 所以整個包裝費用都很高 所以 算是Like 很用心思作 因為Like 一向不喜歡怎麼包裝 對對鞋子 鞋盒 我其實有很多Like 鞋子鞋盒壓到已經 碰了 根本上 儲不到 不要緊 幸好有一對 你對著買一對 你就儲得 終於被找到 是有三條鞋帶的 大家不要以為 這裡一抽 是一條 這裡一抽 是 兩條鞋帶來的 即是代表 它真的有三對 對不起 三對鞋帶 最後最後 有一點點想跟大家說 就是 它的造工問題 膠水跡 極度嚴重 根本上 整對鞋子都看到膠水跡 特別有一些位 應該噴了這個 是另臉的 光澤 但是 是做得不好 我覺得收到已經是花了 甚至是好像被人碰到的位容 那種感覺 所以真的是 其實Like 做工大家都知道 心照的 都明白的 鞋是貴的 做工還是差的 大家如果想買這雙鞋 我建議不要緊急 因為 它的跌勢是非常之嚴重的 又說 三日前觀察的 七千元 最近 最後一個成交價是 差不多接近六千 我相信 最後這雙鞋 會是五千多收尾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買 就等一等一等 這個配色 是還會跌的 白色我就不清楚了 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 對於對Fear of God有什麼意見呢 無論是造工上 後戲上 設計上 你都可以發表意見 發表留言 歡迎你 下次再看 Speaker Highway 記得加我IG 麻煩 拜拜